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Rex 今集教大家扭一隻小狗 今次用第一人稱角度 通常我波咀會向左邊 今次波尾留在兩個拳頭位 這樣就夠了 兩個拳頭位左右就夠了 好了 接著從波咀開始扭起一個拳頭位做一個 頭的部分 接著再扭一個大概四隻手指位的環結 扭之前呢 就是在上面那邊按軟 因為一會兒要把第一個波尾留在這個環結 好了 接著就扭了這邊 接著再扭在一起 扭一下就夠了 剛剛好卡住就夠了 現在扭了之後就會卡住了 把這個環結卡住了 好了 接著呢 接著呢 就把第一個波 剛才扭的波呢 穿過這個環結中間的位置 過一對面 那 按的方法呢 就是 兩隻手指弓 按死了在這裡 不用動的 後面 那四隻手指呢 就在後面那個 反這個環結 過來了 好像這樣 好像這樣 剛剛過了一點就夠了 剛剛夾住的 好像這樣 接著扭過兩個手指位的單號 做條頸 接著 你看看後面有多長 如果夠長的話 好像我這麼長的話 那就可以呢 扭一個三隻手指 三至四隻手指位的單號 做其中一隻前腳 記住啊 扭之前呢 要拿 要夾住 剛才扭了那條頸 即是那兩隻手指的單號 放在這裡 接著扭 因為左右腳一樣長 所以我通常呢 就會向上這樣屈 那如果假設這裡 有條環結的話呢 那你就在這裡扭 那這兩個單號 就會一樣強的了 接著就把這兩個單號扭起來 就好像這樣 好了 接著扭了三隻手指位的單號 做個身體 對 接著留回三二四隻手指位的單號 做其中一隻後腳 好像剛才前腳一樣 又是這樣 對折之後呢 在這裡扭一下 接著再扭在一起 接著 後面 到波尾這一段 一定有個波 在這裡 一定要留回這位置 在這裡 如果不是呢 你的後腳就會散開了 接著就將前腳 像前腳一樣 將兩個單號扭在一起 扭兩二三下 接著呢 你可能呢 背部 後腳會向上 不要緊 這樣扭出來 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呢 就教大家 整個小狗仔尾 把波尾 按住這裡 最尾部分 按左手 接著 彈兩至三下 接著呢 彈到三下 之後呢 再衝一下波尾 1 2 3 這樣呢 那個波呢 就會 去了上面 中間當然 仍然 在後腳那裡 仍然要留回 少少波的 等著後腳 讓後腳 不會散開 這樣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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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漂亮的 小狗仔啦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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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讚好和訂閱啦 訂閱 旁邊那裡有個小鐘仔 按著了之後呢 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啦 訂閱是不用付錢的 下集見啦 拜拜